爹 弟妹 怎家呢 你再来的呢 我来看看你和大头 看我呢 我没有啥好看你 大头没在家 我要上超市买东西 那我再来等一会儿吧 原来等你就等啊 你把这玩意搁这的 我咋下楼啊 快点别 走吧 哎呀 哥 哥 哥 你咋跟着睡腦了呢 快写在地上去 哎呀回来了快写 哎呀 哥 睡着了 你啥时候来的 咱没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接你去 接啥接 我也不是找不着呢你 你弟妹可不是找个进屋呢 啊 她刚出现 这跟我谈到上哪去 我有钥匙 咱也进屋啊 哎呀 老公你回来了 你干啥去了 我家里外面醋 哥来了赶紧开门 把那么点 哥 哎呦 干啥呀 你招啥急 把这破箱子放外头去 买的吧 你怎么跟我哥说话呢 你想让我咋说呀 啊 大头啊 那屋顶整埋的了不还得我擦吗 对 弟妹说的对 我这箱子那埋的 来 放这边 我这边吧 来 放鞋 坐这儿 等会儿 这回座吧 你什么意思啊 哥 别听他 来 坐这儿 大头啊 坐这儿 坐这儿 我也不干净 我坐地儿呢 这地儿不也挺好的吗 你说这地儿多干净啊 比咱家炕都干净 哥 你也太凉了 你这上去 都热了 都热了 然后点炕 哥 你那箱子里装的是啥呀 我看看 你坐这儿 哥给你拿去 都是从农村带过来的 都是你爱吃的 还是我哥好 你瞅着啊 花生 咱家新种的花生啊 你不最爱吃这个煮花生吗 放点的大料瓣一煮 老好了 还有呢 我还以为你哥呀 拿的什么好东西 闹了半天呢 是不是破花生呢 就这破晚上啊 在咱们城里 二十块钱买一大堆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弟妹啊 哥拿这东西 你城里可没有啊 都不上化为的 无功害的 弟兄啊 哥 大老眼从农村带过来 谢谢你 这么垫着我 大头你客气啥呀 咱俩谁跟谁呀 哥听说你最近做生意 手头紧的 资金就转不开了 哥给你凑了一万块钱 拿着 不够的话哥带给你张老 哥 那你也别上火 这钱我不能要 你家里边用钱的地方挺多的 还不能要 怎么拿我当外人了 拿着 不是 家里还有孩子上学上 我真不能要 拿着 你看你 哥都说了 咋的呀 还把大哥当成外人啊 大哥都拿来了 就拿着呗 你不要我要 对 你把钱给我 给什么给呀 大哥 你看这钱你都拿来了 总不能再拿回去 对不对 你把钱给我割 你把钱给我割 我凭啥给你哥呀 你哥拿一万块钱咋的呀 多呀 你那地呀年年在农村你哥种着 一年一年你他收着粮 他挣着钱 你吃肉一粒米了 还是吃肉一粒扛了 我觉得拿一万块钱一点都不多 要我说呀 他应该一年给咱们一万 我哥他在农村种点地 他容易吗他 不是你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 咋的呀 那你大哥不容易咱俩就容易啊 咱俩过这都容易吗 哥 从现在开始啊 你一年给我们一万 听什么 你 大头 干啥呢 你 你疯了你 你打我 我告诉你啊 我忍你半天了知不知道 从一进门 你怎么对我哥的 你再看看 我哥是怎么对咱们的 大头你干啥呢你 你说动手你就动手了 哥是个大老爷们 受他委屈干啥呢 弟妹是个城里的姑娘 人家嫁给你妹嫌弃你是农村人就不错了 你得好好对人家你啊 那怎么的呢 赶紧道歉 弟妹啊 那个哥提大头给你道歉啊 他不对的 下不见我就打你了 听听到 道歉 媳妇 刚才都是我不好 我是一时有点太激动了 给你打疼了吧 老公 你打得对 打得好 要不是你这一巴掌把我打醒了 我还一直以为我做的都对呢 哥 都是我不好 平时你来我们家 我从来没给过你一个好脸子 不是鼻子不是脸子对待你 可你从来都没记恨我 给我们送东西 直到我俩现在紧 还给我们拿钱 哥 哥 你看在我孙子小的份上 你比和我一样的 对不起 我错了 弟妹啊 你看你说啥呢 咱不是一家人吗 别哭了啊 那个 老公 你跟哥俩落壳 我 我 我给你俩做饭去 多炒几个菜 我跟哥好好喝点 哥 坐这 坐这 来 不要嫌弃任何人 人的身份 没有贵贱之分 人格却有贵贱之分 也许有一天 你曾经清见的人 就是你的一根救命稻草